九头妖怪,你可别死了! 繁星满天,迎月如沟,水天无垠的一派幽静中,月光映照着如井段般的海水闪烁着熠熠的光辉。 小妖和香柳并肩坐在礁石上,一排排浪花撞击过来,见起细雨般的浪花,小妖伸出脚,人浪花凌落在自己的脚上。 这里是哪儿?小妖问,东海。四水河的镜头。小妖继续用脚追逐浪花,那东海的镜头是啊? 香柳笑笑,东海没有镜头。小妖看着香柳从容舒展的姿态,眼眸比漫天星光还要明亮,这里是你家吗? 香柳点头,这里是我睁眼看到的第一个地方。小妖凑过去,我喜欢这里,如果你愿意, 我也想把这里当作我的家。香柳静静看着她,眉眼温柔。 小妖看着脚下矿远,深沉的大海,摸着胸口道,我觉得,我的身体里翻涌着对大海的渴望。 香柳起身,站在了海面上,含笑看她,似是无声的邀请。 小妖不明所以,但想也没想就跳下礁石。 一阵风吹过,海水打弯卷起一排浪花,小妖却正好立在了浪花上。 小妖惊呼,我能站在水上。 香柳看着半空中扬起的浪花,浪花却在江山未散时凝成水台缓缓落下, 稳稳拖住小妖降在了海面上。 小妖雀跃跃地在海面上跳几下,高兴地招向柳大喊, 他们好像在保护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妖想起海底那三十七的陪伴,她问向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答案, 是因为我的身体里流淌着你的血吗? 香柳仍旧不说话,朝小妖伸出双手,小妖握住她的双手, 两人缓缓向海底沉下去。 小妖感觉月光离自己越来越远,越往下走,海底越深邃。 如果没有身边时不时飘过的水母和棒壳, 他们现在一定目不能视,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妖觉得自己的气息快不够用了, 可香柳却还在带着她往下沉,小妖指了指自己的胸膛, 又指了指上面,示意她想上去, 但是香柳却摇了摇头。 小妖不解,突然想到了什么,脚下的眼睛忽然明亮起来, 朝香柳勾勾手指,香柳从善如流的侧头过去, 小妖一下稳住了香柳的唇,四目相接, 香柳正住,小妖却得意地朝她眨眼睛, 扒抓于是地抱住香柳,看她呆呆地没反应, 小妖拍了拍她的背,张嘴啊,你不张嘴我怎么肚气。 香柳笑意更盛,却没有要张嘴的意思, 小妖着急,再不肚气她,真的要憋死了, 她瞪着香柳,香柳仍旧不为所动,任由她贴着她, 小妖终于忍不住大喊,你快张嘴啊。 话罢,小妖愣住,不敢相信道,我能讲话了。 她雀跃地看向香柳,我竟然能在海底讲话了。 香柳却终于忍不住,在一旁笑出声。 想到刚才她强迫她张嘴,小妖脸刷得一下红起来, 快速从她身边游走。 香柳却随在她身旁,不依不饶地问道, 还要我张嘴吗? 小妖怒称,你故意的。 香柳毫不遮掩,我是故意的。 看着难得耍无赖的香柳,她好像又变回了那个放荡不羁的防风被, 小妖心中高兴之余却又有些难过。 如果香柳身上从来没有背负过那些责任与道义, 她可能真的会活成防风被这样吧? 她从前只觉得自己活得辛苦, 可香柳的日子又何尝轻松过? 风火燃不息,征战无以时, 士族屠草莽,将军空耳为。 小妖耳畔又想起了桑田的话, 执着于清醒和冷峻令我太累了, 我只想遵从自己的心意和最想在一起的人, 拥抱舔世我那些年的孤寂。 小妖突然停了下来, 香柳以为小妖真的生气了, 正欲开口道歉, 小妖却呼地飘到她身边, 在她耳畔轻轻道, 这次不张嘴,我可真的生气了。 说罢便深深稳住了她。 牙关清起, 小妖的呼吸加重, 她觉得自己的舌头像一条小鱼 一般被另一条小鱼追逐嬉戏, 时而依微时而缠绕, 以微时百掌挠心, 缠绕时欲罢不能, 如果这就是天荒地老的模样, 那此刻, 她愿意束手就擒。 再次醒来时, 周围一片漆黑, 小妖觉得自己的脑袋昏昏沉沉的, 她使劲拍了拍自己的头努力回忆, 她不是和项柳在海底吗? 这里是哪? 项柳! 小妖大声呼喊, 却没有任何回应, 小妖缓缓起身, 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往前摸索, 没走两步却碰到了一堵硬硬的墙, 小妖用灵力使劲推了推, 却发现根本推不动。 小妖不甘心地扶着墙边往前走, 却觉得手下的触感似曾相识, 她用力敲了敲面前的墙, 墙面发出清脆的声音, 小妖狐疑地蹲下身, 果不其然摸到了墙边波纹式的卷边, 她在贝壳里。 小妖越想越慌, 大声朝外边喊, 项柳, 你要做什么? 你快放我出去! 仍旧没有回应, 小妖正欲在喊, 却听到了耳边浪涛卷起的轰鸣声, 是有人在用灵力掀起海浪, 小妖感觉到贝壳好像在随浪涛一起缓缓升起, 紧接着, 贝壳却被点点萤火照亮了, 小妖顺着光源看去, 却发现竟然是自己心口的蛊虫, 一阵弯心之痛袭来, 胸口的点点荧光正在排着队离开自己的身体, 小妖脸色瞬间煞白, 是香柳, 她在截股。 小妖疯狂敲打贝壳, 向柳, 你停下, 你停下, 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耳边的浪涛声小了些, 向柳的声音传进贝壳, 小妖, 生时相许, 我已足矣。 天高海阔, 死路不必相依。 小妖的视线, 早已被泪水模糊, 仿佛听不见似的, 更加声嘶力竭地敲打贝壳,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这是我的骨, 我没让你见你不许解。 向柳却在没有任何声音传来, 小妖胸口的荧光, 已经全部离开了身体, 此刻正停留在她的眼前, 朝着她上下飞舞, 好像是想擦干她的泪水, 又好像是在依依不舍地向她告别。 小妖扑向眼前的荧光, 想要拼命抓住他们塞回自己的身体, 可是却什么都捞不到, 小妖不认命似的念动咒语, 想要让蛊虫回来。 可是蛊虫却不为所动, 小妖崩溃地大喊, 九头妖, 你答应我的, 你答应我你要活着的,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恨你。 小妖无力地摊坐在地下, 贝壳却砰的一声, 突然向左边倾斜, 似乎正在急速下落, 小妖心口剧痛, 一口鲜血喷了出去。 鲜血瞬间溅在了海背上, 小妖却根本顾不上这些, 直觉告诉她香柳有危险, 她催动灵力, 想要迫使贝壳打开, 谁知刚一念诀, 海背却像能听懂她话似的, 喷一声张开了, 小妖立马手脚并用地向外爬, 与此同时, 刚刚飞出她身体的蛊虫, 也排着队钻回到了她的身体。 小妖爬出海背, 发现自己此时正漂浮在海面上, 不远处的海滩上, 香柳正在和一个人对峙, 小妖看不清来人是谁, 但看两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架势, 小妖隐约猜测, 可能正是此人出手意外打断了向柳谢谷的仪式。 小妖擦了擦嘴角的血, 起身飞向海边。 你怎么样了? 小妖刚一落到香柳身边, 就看到她胸前烟红的一大片, 小妖焦急地伸手去摸, 香柳却微微侧身躲开了, 小妖不明所以地看着她, 却见向柳的视线牢牢锁定在对面人身上, 小妖顺着她目光看过去。 井,小妖吃惊你怎么在这儿? 井看到小妖娇急向柳伤势的样子, 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 眼神黯然地回答小妖, 我来给风龙送粮草, 陛下说你不见了, 我就寻到了这里。 香柳的胸口处还在鼓鼓地往外冒险, 小妖看到赶紧从随身的口袋中掏出一个瓶子, 将里面的药丸倒在手里不由分说地给香柳喂下, 看着她吞下去才对井道, 我没事的, 你和哥哥不用担心我。 井低下头, 我来时恰好看到香柳正在朝海贝发动血咒, 中血咒者必死无疑, 我感受到你在海贝里, 所以才出手的。 可小妖显然完好无损, 井朝向柳道, 抱歉, 是我唐突了。 香柳吃笑一声, 图山族长的抱歉, 我可要听仔细了, 免得错过什么好处。 井道, 只要你愿意把你和小妖的鼓解了, 不论你要多少好处, 枪炫陛下和我都愿意给。 香柳冷冷道, 若不是图山族长刚才出手, 这鼓已经解了。 井震惊, 刚想说些什么, 刚一张口, 鲜血却从嘴角流了下来, 显然是在和香柳的交手中受了伤, 小妖健壮, 立马将手中的药瓶递给井, 嘱咐道, 这是治愈内伤的灵药, 剩下的你全吃了吧。 井脸上闪过一丝喜悦, 却听小妖道, 谢谢你的好意, 但这股是我和香柳之间的事, 我想自己处理。 井的眼神瞬间暗了下来, 小妖看着香柳心口的大片鲜血, 这种程度的伤, 显然不是井能打出的。 小妖想到, 刚才自己在海贝里的弯心之痛, 颤抖着问道, 你在用命解骨。 香柳并不说话。 小妖, 你宁愿耗费一条命来解骨, 都不愿为自己留下一条命活着? 小妖看着香柳, 五分的怒气话做了十分的悲凉, 你知不知道, 我最讨厌被人抛弃。 香柳却笑了笑, 就当我对不起你一次, 日后也没有下一次了。 小妖强忍住泪水, 想要质问, 她明明答应了自己活着, 为什么非要一心求死不可, 可是脑海里却闪过她的话, 对于一个将军而言, 最好的结局就是死在战场上, 小妖闭上眼, 脑海中一一划过母亲, 舅舅, 舅母的身影, 凄凉的开口, 如果这是你为自己选择的结局, 那我尊重你。 香柳看向小妖, 却听小妖清冷的声音响起, 可是这一鼓, 你也别想解。 锦力马上前一步, 刚拽住小妖的袖子, 三人却听到海上传来一响, 向柳刷一下起身, 小妖立马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向柳召来毛球, 似水河出事了, 我要回军中一趟。 说霸妃身踏上毛球, 对着屠山警道, 送小妖回去。 小妖想起, 香柳说, 这里是似水河的尽头, 不知为何, 她心中顿时涌上不好的预感, 立马对警道, 你的坐骑呢? 我们得快点回金鱼。 警也不耽搁, 立马照来坐骑, 带着小妖飞了上去。